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葡萄山 海南三亚 都有着高大的观音像 静观世间安宁 而在我的老家青海 也有着一尊与众不同的国宝 那就是名勇乐款 铜留金观音像 这尊观音像高一点四六名 他的眉眼如初月 神情温婉 宝像庄严 栩栩无声 写满了千处祈求 千处印 苦海长作 杜仁舟的慈悲 这尊观音像还融合了 汉藏两地不同的艺术审美 他的腰身纤细 手腕莲花 环绕着连珠文的底座 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的风格 而飘逸的群者 锤式华丽的音乐 绕身飘锤的长博 则勾勒出了 汉帝特有的服饰风格 在他的连作之上 分别用藏文 汉文 梵文 书写着大名永乐年诗 永乐十六年的时候 朱棣将这尊观音像 布施给了青海瞿潭寺 徐潭寺又被誉为高原小故宫 早在明初的时候 西宁翻僧 三罗喇嘛是青海各民族部落 归顺大名 朱元璋便下令 为其修建了徐潭寺 徐潭寺以南京故宫为蓝本建造 经历四朝 靠山 面水 沿中轴县建有三座大殿 寺中还存有很多 来自故宫的流金铜器 除了我们这尊观音 还有铜流金如意龙文马鞍 陈化款大国师流金铜印 宣德款流金铜瓶 还有这件永乐款 铜流金三足炉 是不是和我们国家宝藏标志里的 三足炉形制几乎一模一样 是 究竟都有谁参与营造了这座高原古叉 那这尊观音像又对这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呢 我是肖顺瑶 我将带您走进名勇乐款 铜流金观音像的前世传奇 第一个